有個人已經過世72年,但他的細胞 卻仍然在世界各地永生不滅 甚至我們能夠平安度過 COVID-19 可能也都要感謝他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海拉細胞》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你有聽過海拉細胞嗎? 這個一般人可能有點陌生的名字 對科學家來說,卻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他幫助科學家研發疫苗和對抗疾病的藥物 有超過10萬篇論文、1萬項專利 甚至還有三項諾貝爾獎都跟他有關 而且科學家培養出來的海拉細胞,數量多到 如果頭尾相連,至少可以繞地球三圈 重量超過5000萬公噸 但這麼偉大而且重要的海拉細胞 其實是被偷來的 直到海拉細胞的主人死後20年 家屬才得知他的細胞被拿來做研究 這段期間,有無數的科學家、生物醫學工資 靠著偷來的海拉細胞,獲得無數的榮耀和財富 但海拉細胞的後代家屬,卻連醫療保險都付不出來 到底海拉細胞是怎麼被偷走的? 為何科學家要用他的細胞做研究? 後代家屬又是怎麼發現這一切的?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吧!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目前全台灣已經有超過57萬戶獨居老人 在經濟、體力等等的限制之下 他們常常無力維護居住環境 導致生活品質越來越惡劣 長期照顧身心障礙者的台灣樂座創意協會 看到這個問題,決定挺身而出貢獻自己的力量 他們發起樂座家務隊的服務 以弱勢互助的概念 為生障樂兒與獨居長輩搭起跨界服務的橋樑 生障樂兒化身住人天使 協助清掃改善長輩居住環境 我們覺得,這真的是很有意義的專案 每月只要100元,就可以同時幫助到生障樂兒與獨居老人 而且捐款還會送生障樂兒代工包帳的厚實暖心拖勒寶 一份愛心、雙倍溫暖 現在就趕快點擊資訊欄的連結,來響應捐款吧! 海拉細胞是從一位名字叫做 海拉耶塔拉克斯的人身上取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她開始說起 拉克斯是一位年輕的非洲裔美國女性 1951年,在她的第五個小孩出生之後 拉克斯開始出現肚子痛跟子宮異常出血的症狀 那因為膚色的關係 她只能到當地唯一治療黑人的約翰·霍普金斯醫院看診 後來醫生診斷拉克斯罹患子宮頸癌 雖然當下就接受治療,但病情仍然快速惡化 幾個月後拉克斯不幸過世,當時她只有31歲 家人把她埋葬在一個沒有名字的墳墓裡面 但就在拉克斯的家人為她的離去而感到悲痛、欲絕時 拉克斯的細胞卻在她的體外迅速分裂成長 欸等等,這是什麼意思? 要解釋為何拉克斯的細胞癌活著 就要先提到一位重要人物,喬治·蓋伊 他是一位細胞生物學家 在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工作,致力於癌症研究 當時蓋伊一直想要在人類的體外培養出細胞 但他一直失敗 大部分的細胞樣本從人類體內取出來後的幾天就會死亡 而正他陷入瓶頸的時候 他看到拉克斯深紫色、類似於果凍的腫瘤 讓研究出現了曙光 拉克斯的細胞不只活力十足 每20-24小時,細胞的數量就會翻倍成長 而且還生生不息 不像一般的細胞,分裂到一定程度就會死亡 基本上可以說這是一個永生細胞 那發現這種永生細胞對於蓋伊來說 跟重頭講沒有兩樣 因為做研究時,不管是想要重現實驗結果 或是要比較不同科學家的實驗結果 都需要有大量相同的細胞 再加上細胞分裂速度快 科學家做實驗就不用等到天荒地牢 拉克斯的細胞樣本正好完美地符合蓋伊的需求 所以他就把這個細胞用 海莉耶塔拉克斯的名字縮寫成海拉細胞 然後免費地分給他的同事 而他的同事又再把海拉細胞分給世界各地的科學家 而整個生物醫學界因此出現了劃時代的進展 海拉細胞的第一個代表重的是1955年 幫助科學家研發出小兒麻痺疫苗 讓小兒麻痺在現代幾乎絕跡 其他像是麻疹、白血病、艾滋病、伊波拉病毒 甚至是近年的COVID-19海拉細胞都參與其中 有科學家計算,人工培養出來的海拉細胞 總重量可能超過5000萬公噸 用一個成年女性大約60公斤換算 幾乎是等於複製出了8億多個拉克斯 如果把所有的海拉細胞頭尾相連 則可以環繞地球至少三圈,超過1億公尺 想像一下,一顆小到幾乎沒有重量 可以附著在灰塵上跟著漂浮的細胞 卻被複製出了這麼大的數量 由此可見,海拉細胞的應用有多廣泛 很多人就很好奇嘛 一般的細胞會有自然的老化機制 通常在分裂40到60次就會死亡 避免過程中可能發生基因錯誤,持續的隱傳下去 但海拉細胞卻能避開這個規則,長生不老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有癌症生物學家認為 可能是因為拉克斯感染第18型人類乳突病毒 這種病毒會攻擊控制細胞周期的機制 讓細胞無止境地分裂下去 這或許是拉克斯當初發現離癌 很快就過世的原因 因為他的身體被快速增生的腫瘤占據 但也幸虧海拉細胞 科學家才有機會解開HPB跟子宮頸癌的關聯性 並研發出了疫苗保護女性,免於拉克斯的命運 但儘管海拉細胞對醫學界有巨大的貢獻 但拉克斯的家人,就在他過世後的20年 才知道原來拉克斯的細胞居然還活著 1970年代初期 拉克斯的家人接到了一通電話 對方希望他們能提供血液樣本,幫助他們研究 一開始,拉克斯的家人還搞不清楚狀況 後來才知道原來因為海拉細胞的繁殖力太高 常常會污染到實驗室的其他細胞樣本 那如果有了拉克斯家人的協議 科學家就能夠了解拉克斯的基因組成 進而分析出海拉細胞 拉克斯的家人知道真相之後 感到無比的震驚跟無助 首先,無論是拉克斯的生前或是死後 醫院從來都沒有獲得拉克斯或是家人的同意 就擅自取出了他的細胞,讓他們覺得不受尊重 再來,有很多的生物醫學公司 像是印鈔票一樣,生產海拉細胞賺大錢 但身為拉克斯的後代 他們卻連基本的醫療保險都負擔不起 更糟糕的是,科學家為了研究 公開拉克斯的醫療紀錄跟家庭遺傳資訊 這完全侵犯了他們的隱私權 這種種事蹟,讓他們不禁開始懷疑 是不是因為他們是黑人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拉克斯家族會有這樣的擔憂並不是空虛來風 這就要說到塔斯基級梅毒實驗 1932年,研究人員找來了600名黑人參與梅毒研究 但到了1943年,市面上出現了 可以有效治療梅毒的藥物青梅素 照理說這個研究應該要結束 但研究人員卻持續了實驗 因為他們想要知道,如果不治療梅毒 黑人的併發症會不會跟白人不一樣 導致有不少的實驗參與者 在有藥物可以治療的情況下死於梅毒 而這個實驗直到1972年才被揭露 造成了很多黑人對於美國醫療系統的不信任 所以拉克斯的後代也認為 他們可能在過程當中被欺騙 決定要為海拉細胞討公道 但沒想到,這種戰役直到40年後才真正受到關注 2010年科學家瑞貝卡·史克魯特 歷經了10年的調查跟訪問 出版一本《海拉的不死傳奇》 成為上校書一炮而紅 這本書不只關注到拉克斯和他的家族故事 還寫到關於整個美國醫療長期忽視黑人權益的爭議 並且討論到醫療倫理的問題,獲得了巨大聲援 墨爾豪斯醫學院的婦產科醫生還因此捐贈了一塊墓碑給拉克斯 同時,這也讓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成為重視之地 很多人都批評他們偷棄了拉克斯的細胞非常不道德 而約翰霍普金斯醫院則發表聲明說 當時為了預防相關疾病,他們才會採集病患的細胞 這樣措施並沒有針對特定的種族 而且根據1951年的法規以及標準的流程 是不需要取得病患的同意的 此外,約翰霍普金斯醫院也從來沒有為海拉細胞申請專利 更沒有透過它直接獲利 不過,他們非常感謝拉克斯跟海拉細胞對於生物醫學的貢獻 也承諾會用拉克斯的名字,興建一棟紀念大樓 預計會在2025年完工 2013年時,拉克斯的後代家族 也跟美國衛生研究院達成協議 未來,如果有人要使用海拉細胞 必須要經過工作小組審核 而這個工作小組的成員,包含了像是科學家、倫理學家 和兩名拉克斯的家族成員 故事到這邊,拉克斯的貢獻已經開始廣為人知 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被解決 目前有很多的科學家跟生物公司 已經為海拉細胞申請了多項專利 並且靠著它賺取巨大的財富,那又要怎麼辦呢? 2021年10月,拉克斯的遺產委員會 將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告上法院 因為他們認為,賽莫菲士爾公司 利用海拉細胞獲利了數十億美元 但拉克斯的家人卻從來沒有獲得任何的補償 他們對於拉克斯的剝削 代表著黑人在美國醫學歷史上的不幸 對此,賽莫菲士爾公司則認為 這個爭議是70年前開始的,已經超過訴訟的時效 不過,拉克斯家族的律師則反駁說 海拉細胞致敬仍然被複製,並沒有超過實現 因此雙方展開了一年多的攻防 直到今年8月1日,也就是拉克斯的103歲名誕 雙方終於在法庭外和解,和解的內容不對外公開 但根據拉克斯家族律師的說法 雙方對於結果都相當滿意 而且認為這個結果,可以為拉克斯家族 帶來一定程度的尊重、一定程度的尊嚴 更重要的是,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爭議 我們在研究議題的過程當中 看到很多人對拉克斯家族的做法不太認同 他們認為,這些人就是要錢啦! 要是沒有這些科學家、或是生物科技公司的努力 海拉細胞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 而且以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 的確也沒有辦法預想到 未來可能會發展出醫療倫理的問題 像是病患的知性同益權、隱私權、細胞的所有權 以及後續利益的分配等等 但我們深入了解拉克斯的故事之後 反而很能夠同理拉克斯家族的困境 特別是拉克斯的女兒,她說 很感謝科學家的付出 要是沒有這些藥物,她的生活一定會過得一團糟 但她也不想說謊 她需要一些健康保險、用比較低的負擔 使用這些藉由她的母親細胞研發出來的藥物 拉克斯的誠實,非常的打動我們 是想如果是我們自己 可能也很難接受別人用了母親的細胞賺錢 我們卻連藥都買不起 甚至連最有貢獻的母親 都只能藏在無名的墳墓裡面,沒有人記得 那我們認為,過去雖然沒有辦法改變 但這些議題至今仍然需要被提出來討論 反省是不是能有更好的做法 能讓大家在過程中都能受到尊重? 但我們也想要強調 這不代表要抹殺科學家的付出或指責科學家 而是想讓海利耶塔拉克斯也能同享這份榮耀 好的,那我們最後也想來問問大家 如果你是拉克斯的後代 你會希望大家繼續利用海拉細胞嗎? 不希望,當初拉克斯沒有同意 就一定要停止研究,必須考量到醫學進展 請想繼續用,但希望讓更多人知道拉克斯的貢獻 所以可以用,但現在已經知道是偷來的 要用就要付錢當作補償 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海拉細胞!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病人自主權利法》 以及台灣醫療分配不均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